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上就又犯毛病 贪嗔吃慢衣就都又重新又出来 所以这叫做习性 习性就是坏毛病 因为这个社会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很奇怪 就是好事情不容易吸引你 可是坏的事情 吃喝嫖赌这些东西就能吸引人 反正不是正业的事情 特别容易吸引人 甚至是一些比较好的人也都是被吸引的 就是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些 也不知道是一种不好不坏的 比如说我买个奢侈品 男的过去来说买个好的贵的表 女的买那个很贵重的包包 我觉得真是奇怪 好像男的人当代男人是为表而活着 女人是为着包包活着 所以有人呢就是说 我前天听了之后让我觉得很惊讶 也很开心 我感觉听了这个解说有点开悟 她说女人对包包的爱几乎达到的叫包治百病 你们有这感觉吗 只要不开心提一个好的包包 那你们怎么开心呢 对啊 这就是拍马屁 见到我就开心 是吧 如果你不认识我 也没听说过我 见到我你也开心不了 就是生活里头 你的过去 可能有很多人 还有的人就是 我听说有一个现象 很多女生和老公吵架了 就拼命去买东西 有这样的吧 为啥呢 减压力 也是一种减压 钱太多了 拿出去一些花叫它减压 是减压呀 还是败家呀 所以到时候 既然是这样 我是存钱的人 老娘把它花光 是不是啊 让你变成穷光蛋 花 不花白不花 就是这样 一犯罪就来了 好 我们这几天 这个修炼 在这个宋念 念佛的这个时候 大家是睁开眼睛 还是闭着眼睛的 都有 有的人是一路下来 一直睁开眼睛 对不对 这种举手 一直睁得眼念的 好 举手的人 我问你 为什么你总睁得眼呢 师父好 因为我念佛的时候 我总跪着 所以就 我跪着的时候就会 如果我闭上眼睛 我就会好像很晃 所以我就总是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我就能定定地念 那如果这样睁着眼睛念的话 那你这几天你觉得 自己身体有受益 有啊 就整个人比较会轻松 精神轻松 精神 就是晚上也能 也能几乎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每天睡觉 都是会发梦 然后现在睡觉呢 就是今天好像就 就是昨晚睡觉 好像是没有发梦 没发梦 没发梦 就是可以从 发梦好还是不发梦好啊 不发梦 不发梦 那你就浪费了 整个晚上的时间 像一般我是 白天晚上都不浪费 我白天忙了 晚上还忙 但是你是觉得 身体会比较轻松 对 轻松的 对 好 目前还没别的感应 就是精神 精神也会比较好 精神也感觉比较好 以往我念佛 都是会打瞌睡 总是爱睡觉 就是这几次我都是 就是比如说念两小时 我也坚持念两小时 就是不会打瞌睡的 精神会好很多 对不起 很冒昧地问 能告诉我们年龄吗 你不会还只是25吧 36 好 我问都是有原因的 就是比如他这个年龄 比如他一闭眼睛念佛 就打瞌睡 那我们来看看 有时候再了解 比如说再年轻一点 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 好的 我听明白了 那你旁边有一个 也是睁你眼睛在念的 是吧 是前面这一位 来吧 师父好 我睁开眼睛是因为 我有一点慌 然后觉得有一点打瞌睡 所以睁开眼睛看着 要是否念会比较集中 很好 好 下一位 这边还有一位举手 就是麦克风 师父早上好 我是郑多 因为我有声音的问题 所以我去 怎么说 我也去做声音的调理 所以那个调理师有告诉我说 他有问我平常有做什么声音的运动 我告诉他 我是个佛教徒 我去念经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你不适合念经 不过你可以在心里念 所以这几天我都是在心里念 不过当我在心里念的时候 我就一直要打瞌睡 我会睡着 所以我就 所以我大部分时候都坚持着 跪着念 开着眼睛 哦 好 我知道了 好的 那我们其他人可能就是 有时候睁开眼睛 有时候避障 是吧 这样是我要的 就觉得有点瞌睡 当然有很多人一清醒过来之后 已经睡了一觉了 这个事确实是有的 大家都有过吧 看笑得那么开心 一定是这样的 好 但是这样正是我要的 但是越往后修 比如说我们要修得快的人的话 那五天以后 你就闭脸 都不会瞌睡的 其实你一直在送念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能量不足 一坐在那儿 一闭眼睛 还没等念十句 自己已经被催眠了 发现自己是个很好的催眠师 但是念了几天之后就开始不昏沉 所以在练功之中 念佛之中 睡觉的这个现象 我们笼统地称为叫昏沉 记住这些词汇 以后我们再修炼下去 这些词还会提醒到的 昏沉也分很多个层次 有的时候是我们现在的清醒 实际上还是一种叫轻度的昏沉 将来我们修得更深的时候 你就理解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 昏沉真是百分百昏沉 但是可是呢 一坐功就昏沉的人 当你清醒的时候 请记住 你并没有百分百的清醒 你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昏沉 所以早晨起来 我提醒大家 早晨刚醒来 不要回那些 不是特别必要的那些讯息 那些message 你那个时候眼睛昏沉 头脑 最重要是头脑昏沉 还有手脚昏沉 本来一个点旁边的拼音 已经弄错了 就发出去全是错的 所以刚刚清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只有可能 百分之五十的神师清醒过来 有一半出于昏沉状态 没有完全清醒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不是紧急的事件 不要去处理 非常容易出错 所以昏沉这个词当中 还有去究竟它 让我们越修越清醒 最后达到清净 最后达到清凉 你像观音菩萨修行的 有个树林叫什么林 谁知道 是竹林 尤其是竹子 有竹子就会想到清凉 所以我们也知道 竹子的药用价值是 清凉解毒 消火去湿 它虽然它也是湿性 但是它能够解毒 所以有一些妇科病 什么身体某些搔痒 拿那个竹叶 竹子的叶子 先把它清洗干净之后 来煮水 煮水清洗 立刻止痒清毒 解那个叫 其实叫湿热毒 非常有效 还有呢 我眼睛有很多人 有白内障 老花眼 看事情模糊 还有那个非蚊症 总感觉旁边有个小苍蝇 小蚊子在飞 那你也可以用 煮的这个竹叶的这个水 不是用竹叶 竹叶会伤到眼睛的 煮的这个水 轻轻洗一洗 用毛巾敷一敷洗一洗 一天洗成一次 我觉得都很有效 连续一个礼拜 每天一次 就很有效 有时候脸上长一些黑斑啊 包包啊 那些东西 洗一洗 就很有效 清热解毒 这是我这个传家的小秘方 试一试 我们在南方地区 采到竹叶是很容易的事情 像那个北方 我这个当时告诉西藏的一些朋友 女士 妈妈需要 也说有那么个病 我说我想起我家一个配方 他们找不到绿竹子 他们买了那个竹扫把 竹扫把上那个竹子都是干的 都是焦黄的 所以把那个叶子取下来去煮 也有效 对 那么绿竹子更有效 绿色本身就代表着清凉 代表着水 清凉 阴性 但是竹子本身 它要微毒 但它能解毒 所以竹子 笼统上来说 它是能吃的 只是人类牙齿没那么锋利 你看大熊猫 抓住竹子去看 像我们吃甘蔗一样 对 所以它可以作为食物来吃 只是它的纤维不适合人类的胃口和牙齿 好 那观世音菩萨的修行的 那个环境 那个灵叫做子竹灵 代表着清净 其实意识着 意味着观音菩萨的 就是因为它清净而生出智慧 还有一尊菩萨 所以智慧第一的菩萨 是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的 修行的那个环境 叫做 谁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叫做清凉界 所以到中国五台山 就代表文殊菩萨到场到了 这些都是有寓意的 不是莫名其妙的起个叫清凉 说你不是对人温暖热情吗 那为什么清凉呢 清凉代表 我们最突击的理解为 清净的心 我不要和你们一样的沸腾 因为一旦 当心中充满了激情和热血沸腾的时候 人看事情就不再那么清晰了 对不对 你喝完酒又跳着舞 你的血沸腾的时候 你的眼球 你的大脑看东西 它不清晰的 不标准的 它只是兴奋 所以人类和机器人不同 所以很多老板买机器 买甚至类似现在的很高科技的 自动化的机器人 非常自动化的机械来代替人类 为啥这样做呢 你是老板你也会这么做 因为用人的话 你可以给他多给钱 但是今天他不开心 他做的工作就一定令你失望 他今天贪念升起 他管你的账的时候就拿一笔钱走了 老板白干了 情绪 心情 想法 和机器没那么多想法 所以人他都是有情绪 那所以在智慧的人来说呢 要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静下来 静下来不是说冷若冰霜不理你 不是 清静地思考和观察 也不叫做冷眼看世界 爱心看世界 但是不要用暖暖沸腾的心看世界 我既要爱大家 我要还要好好的生活 作为每个大众来讲 说我还要很好地面对我的家人 但是我还需要清静地思考 才可能会变得比较有理智 虽然不一定有大智慧 但总比热血沸腾的时候 想的事情更加合理 更加容易成功 更加理智 有的人家里没一分存款 说看到邻居买了个大房子 说我要买大房子 买大房子钱呢 有可能去谈房子就有钱了 那没有 除非你是个大富贵的人 全身大富贵 说我买啥钱就来了 有这样的人 但是很少 所以就没有理性的思考 所以文殊菩萨的那个世界 叫清凉世界 东方流离世界 尤其是叫东方净流离世界 清净透彻无比 所以让我们 因为它清净透彻 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也是智慧啊 我把事情看清楚了 你看我们人里看事情 很多事看不透 比如说你儿子考大学 选的那个专业 这个专业未来好还是不好呢 不知道 说现在好像还可以 也许学完根本找不到工作 也许因为他做这个工作而死去 都是有可能啊 我们看不到下面的结果 所以盲目地选择 甚至有很多好像顺天意吧 随便选什么吧 对 有的人就会出问题了 当然有一个非常清净的心 有很多说 预测能力我没有 但是人类有判断能力 思考能力 我们听得懂啊 对 其实很多的职业和问题 还有风险 是可以进行 用我们的智慧 进行分析 判断 思考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心乱的时候 或者我的心激动的时候 激动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心波跳动 咚咚咚咚咚咚咚 这样是比较均衡的 那你的心波跳动的时候 如果用那个心律图来表示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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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多数的情况下有60%以上开始糊涂 再多两下咚咚咚咚 完了就是差不多 就昏了 要么说给大脑供血太多也不行啊 就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 说平时需要点小溪来 结果你一洪水爆发 供血过多也不行 还有说白跳了咚咚咚咚咚 结果没有血液上来 因为心脏无力 它这个动动变成无效 无效你就会导致无力 因为没有血液供上来 供不到大脑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 那时候真造成了无意世界了 因为脑子根本就不会思考和感受了 就昏了 所以从轻度的昏到深度的昏 你知道深度的昏 人几乎进入死亡状态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在被做手术 打了麻醉药 比较多的麻醉药的时候 有的人会出现灵魂出窍 他在这个做手术的手术室呢 他会发现自己在高空 在看自己在被做手术 看得还很清楚 看得张医生拿着手术刀把肚子就割开了 把肠子取出来切一块弄一块 护士在旁边订地这些工具 都看得很清楚 我自己没有痛苦 觉得自己在看自己被做手术 所以当深度昏沉之后 实际上等于接近于死亡状态 就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了 所以有没有灵魂呢 你最严重的撞车 修课 做手术麻醉等等 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当然禅修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但是我就不倡导 不引导你走的那样 那不一定是个好事 所以你想吧 刚才我讲到都不是好事而出现的 灵魂出窍 是被做手术的时候 是吧 实际上身体已经很脆弱了 好 有个清静的心说回来 清静才能看清楚 才能透明 才能层次分明 距离清晰 对 才促进我们进行合理的观察 判断 思考和决定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个性很灶很灶 我记得有一位 稍稍年长的女士 短头发 短头红色头发 她着动了 不行 我也上来 不然我就哭 我就闹 我就说 哇 你留这个小头发 你这个年龄 长得红红的 真是火烧山一样 一个山子着着火 个性真是那个样子 像我说着了 一定要造动 造动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造 造 造 这叫什么呢 个性 而另外可能没有修 没有修心 没有修心遇到生活的烦恼 不一定自己受伤害了 她觉得伤害人太少了 所以她一定要造动 造动 对 造动其实就会出错 甚至出丑 甚至出丑 做错事情 伤害人 她不在乎别人的感觉 只要我 我只要是把我的火 发泄出来就好了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称为叫无名 无名 无名 无名我们用现代的话解释 怎样解释 糊涂 很直白地说叫糊涂 糊涂的人干不了明白事 那你想想 糊涂也好啊 有人说难得糊涂 可以啊 如果你是被做手术的人 是不是啊 你应该切左边的一段病 结果把右边切开了 右边切开没有 没有在缝上 再把左边再切开 还有很多牙医 哎呀 左大牙出问题 拔左大牙 结果都拔了右牙了 医生还强词多理说 你看我给你乡了两颗牙 都没有钱的 神经给我拔错了 你知道拔错一个牙 说不定伤到脑神经呢 严重者一样令人找死 你知道吗 牙不破伤风 同样最快速的令人死亡 所以这个糊涂 糊涂人 只能把好事做坏 对 它会令一切的好事变得更坏 让坏事变得更坏 让健康变得不健康 让喜悦变成悲伤 这就是糊涂人干的事 而有些糊涂人 你在诈一接触的时候 他觉得还不错 的人又勤快 又客气 又懂礼貌 又懂得照顾人 但是所有的大事 发生大事的时候 比如说第一次约女朋友 见面的时候迟到 好不容易没迟到 又穿错了衣服 买单的时候上厕所去了 结婚的时候说 哥你给我帮个忙 先替我结个婚吧 所以所有的大事都是错的 但是小事上觉得 这个人还挺好的 这就是真糊涂人 但是叫做难得糊涂的人士 所有的大事都是做得非常地精确 所有的小事上都糊涂一些 那叫宽容 这种人就是有大智慧 我们生活之中 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朋友 觉得很随和 你开他玩笑也不生气 你就随便谁摸他头 他也都是根本就不生气 也不是装的 你真有大事情 你还都想去问问他 对不对 他不拘小节 他也不生气 平时这种糊涂的感觉 但大事的时候绝不糊涂 这就是大智慧 有的人不修都是有这种智慧 那当然可能是前世修得好 有道德 对所以我们这个修行 本师傅提醒大家 尽量保持清醒的状态来修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么保持清醒的状态修 它的弱点 你不太容易进入所谓的一种朦胧的 类似禅的那种异境 但是我觉得 我们打好了一个清静的基础 比如说我一直睁着眼睛 但是你们说的禅境 我从来没进入过 我们听到别人有那么多好的感应 我睁着眼睛我没这么多的好感应 我没有这么多美妙的身体 身体上的那种美妙的感觉 但是千万别急 这正是正在扎根打最好的基础 所以不急 在我的修行的这个经验来说 我们只要真心的好好如法修行 记住我的用字 如法修行 就一定 从神圣的角度来说 一定会获得佛菩萨 众神的关照和爱护 从个人的修的感受来说 反而进入 为进入更深的三种光明 深光明 新光明 湿光明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你将来一旦闭成眼睛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进入我所说的 很深的那个禅境里去 这个是非常好 所以大家做的 我觉得都很好 虽然有时候做着做着迷糊过去了 但是大家念的声音还会把你吵醒 你继续再跟着念 一直睁理眼睛的也都很好 这都是打基础 那说有没有不好呢 就是八个小时的修行 你四个小时出去上厕所去了 这个可以讨论 希望您努力一点 厕所没那么好闻的 你总在那儿 一会儿我是喝咖啡去了 尤其是我们那个茶香袋也特别诱人 说你们念吧 傻乎乎的 我来喝咖啡来了 这么香 这种就是逃避 所以很多人 他的资质很好 比如说人很聪明 很机敏 也很健康 也很有智慧 但是 就是懒惰 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 他妈揪着耳朵来 让他来见我 妈的 这混孩子气死我了 他的作业明明考了一百分 但是就是忘了签名字了 懒呢 他爸爸说 因为他知道他懒 说你每次考试的时候 写完这个考试考件之后 要阅读三遍 就什么都读 什么都就忘了读名字了 这个贱子给谁呀 就老师为了警告他 说给你五十分吧 你什么都做对了 你就没有写名字 那这个不行啊 就是你人很好 有机票 可是你没拿护照 要出国的话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是懒了 比如说 约好了八点钟去机场 结果七点五十还没醒了 但你醒来之后 刷牙都来不及 提着箱的就跑 结果把一箱提走了 可是文件箱 证件包都没有拿 对不对 最后连打计程车 出租车的那个钱都没带 有很多 就是本来是聪明的人 但是因为懒惰的原因 让自己惨不忍睹 所以 多少人因为各种的原因 就是我还是说聪明人 聪明能干的人 有的人是他的失败 的原因是因为麻糊 但是更多的人是因为懒惰 还有一批人呢 是没有坚持到最后 就是这样 你知道很多人运气很好 他智力也不够 体能也不行 这个学历也不高 可是聪明能干的这些人 都没有坚持到最后 在美国硅谷 台湾人叫西谷 那是全世界 集中了很多这个电脑 精英和最优秀的公司在那里 对不对 他们要集中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些叫做电脑科技人员 我们那里有禅堂 有两个禅堂 那里那个动人的故事很多 听完之后令人浑身发冷 这是动人的故事 有一个公司 在二十年前 就是成立 当时成立的时候有三十个员工 有三十个员工 老板呢 为了留住大家 因为大家都在成立新公司 吸引这些工程师 都把大家吸引过去 那么 有这个姓张的 现在说明一个同修 这个男生 还有我就去了 现在他很富有 他说我们一共当时一起 招进来这个工作三十位 我们的同事 就剩下两个 就是最笨最傻的 不敢跳槽 不敢离开的 人家说给高工资 给股票 全部吸引已经跑了 结果里头有十七八个人 就去的公司 现在垮掉了 股票也没分到 钱也没赚到 他这个公司呢 从三十个人开始 不是走了二十八个吗 他们招了两千个进来 招到两千个 你要付得起工资啊 那里的高科技人员可贵了 每个人的工作都超过十万美金 十五万美金以上 是这样的 那要付得起啊 所以这公司招到两千名员工的时候 这公司已经飞黄腾达了 所以我们这个同修他说 我说那你当时你怎么没走呢 你这么有福气 我说你是肯定是大智慧 说师父因为我没有智慧 我学历也不高 我学得不够他们专业 而且我当时考试很差 所以我不敢跳 我觉得老板用了我 我就要一门深入的 我就在这算了 和出去竞争我没有这个能力 最后老板把他提成总经理 副总经理 就是那种很高级的一种职位 就是因为他比较实在 但是他确实不聪明 所以后来老板给了他很多股份 就是为了鼓励 做给其他员工看 结果所有好处都落到他头上了 大家都以为他是大智慧 他说我就是缺心眼 他留到最后的 结果把好处老板全部给他了 所以很多人不能成功的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没有耐力 所以我们给我们的青年人训练 就是说我们要练耐力训练 背上十块砖头在背包里头 拿半瓶跨泉水 走一天的路 中间不准吃东西 不准买水喝 去锻炼自己 所以因为很多人就是没有走下来 那个路程就失败了 有很多人能坚持到底的就成功了 他的成功不是因为努力 是因为能坚持 但是我们这里要记住有一点 有很多人 很多人现在我要提醒的是 就是死于懒惰 死于懒惰 那么死于懒惰这个问题 就成了习惯 明知道错我还要这样烂 这也是其实很多叫众生像的写照 我刚好一点我就不学了 你都不知道明天的风险 自己 对 我不是拿它吓唬他 是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有几个人能够预知明年 你是怎样生活的 你是立着生活的 还是躺着生活的 都不一定 对不对 对 当人到了一定年龄 你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还不去好好把自己 给他保养起来 对不对 你过去念的佛 佛也给了你一两千万了 那你也糟得差不多了 花天酒地对不对 身体也糟得也差不多了 没得个花柳就不错了 所以就 哎呀 到了你好好啊 如果是不汽车的话 你已经应该报废掉了 你现在进了大修厂来 刚修了一下轮胎又跑出去了 又风光去了 又去夜总会了 当然现在去夜总会 小费掏不起了 所以有的时候人穷点 还有好处 对不对 对不对 穷的时候是人 富了之后呢 就变成妖魔鬼怪 好人去的地方他不去了 夜总会 最后 钱也没了 命也快没了 命刚好一点 是又去糟蹋自己 这叫做夜火烧身 夜火烧身 不死自作 反正好好活着就不自在啊 非要把自己给弄死不可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有很多亿万富豪 已经是亿万富豪了 再来个风险投资 一次一投全没了 是不是啊 本来是亿万富豪 这变成啥都 一分钱都没了 亿万富豪 他穷得连根毛都没了 哎呀 这个感觉我真的很好玩啊 对不对 富豪 和毫无生存意义 哎呀 是相等的 原来是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 你的生活的方式和心态呢 生活方式 就是因为 让你产生的情绪的波动 就直接 还有你的生活的方式中 那种行为 直接会伤到身体 伤到你的生命 但是这种生活里面的波动 是与你的精神世界有关系 但有了这种波动 就促进自己早死 所以 尤其是在经营基金公司 股票公司的人 你拿着别人的 几亿几百亿 那么吵啊 吵啊 你没有把这个东西 像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做数学题那么轻松啊 啊 对不对 一百万加一百万是多少 两百万就打出来了 哎 当时你炒股票的时候 两百万 两百万减了一百万是多少 一百万 人家来杀你来了 命他没了 对 到那个时候 你是承担着这个数字的压力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小时候做题了 这个时候做的是命 对 所以 玩的风险越大 死的越快 所以很多富人 不知道富人应该怎样生活 他就把他挣了这两个亿块钱之后 光 前头上 干了三十年呢 到老的时候发现 买棺材的钱都没了 这是最悲催的事情 愚昧 那我们讲的这些干嘛 我是不是今天情绪不好 找个啥来骂大家 我希望把你骂下 一个成功人士 要保住成功 这个是需要一种境界 一种更加超然的境界 才能让成功人士 死得坦然 前一节课我就讲到 你到最后 你能坦然地死去吗 你想 你拼命三十年之后 成为亿万富豪 但是到你真死的时候 你死不迷目 钱花光了 或被人骗光了 或儿女把他烧光了 你真的死的时候 闭不上眼睛 这个 是非常痛苦的 你还不如没有发过财呀 你就没有这样的 大的失落的感觉 你穷惯了 一辈子没发财 你该怎么死就怎么死 还挺平静的 所以很多气盖死的时候 都能闭成眼睛 说我死前 还又喝了一瓶矿泉水呀 就挺高兴的 但是你已经过去 喝什么茅台酒啊 世界上贵重的东西喝惯了 死之前的时候 这时候连喝的水前都没了 这个落差太大 所以我们的脑神经受不了 所以烦恼具有 具体的烦恼 还有更多的烦恼 是来自于精神中的落差感 所以说 要修新光明 修到新光明那种 无欲无求的那种状态 才能使我们达到那种 失光明 在认识这些事情的时候 自己非常清晰 对自己的情绪的把握 就非常的容易了 达到所谓新光明 就能有失光明 失光明就是大智慧 你自己能完全 能够操控自己的生命 和情绪的波动感 所以有很多修得好的人 就能够操控自己的生死 过去有些修行者 有些道士 他特别注重 性命双修的那个部分 我又跨越了一个 修行的一个宗派 有极少数的道士 在研究他的生命的规律 生命的细节的修行方法 操控自己 哎呀 我差不多了 活得差不多了 给旁边周围的人啊 说一下 哎呀 我也差不多了 我的使命完成了 我不想在人间再玩啥了 我要准备回去了 那七天以内就走了 修禅的一些 真修的人也是这样子 福建 在福建实施 有一位女士 她的女儿后来跟我学 那么这位女士呢 也就是我这个女弟子的妈妈 妈妈在三十岁左右 爸爸出海渔民 出海去世了 所以妈妈三十岁守广 就生了她和弟弟 一个年轻三十岁的女人 有什么原因 她又不能够去再婚 家族里不同意 从年轻三十岁就守寡 我相信这个是不容易过的 这个日子 后来接触一位师父 师父说 你既然不会别的 你就读经念经吧 那她一开始坐着读 翻着一会儿 五分钟就睡着了 半夜呀 寂寞呀 这么读着经嘛 那过去那时候没有灯 这个灯很暗 看不清 看一会儿就睡着 一段时间去找师父 不行啊 她半夜说 虽然说我睡是睡不着 可是一读经我就睡着 说那你睡觉好了 说不行啊 过一会儿醒了之后 身体又不舒服 那种一个独身女人的感觉 就出来了 又不行啊 怎么办 我还要希望我自己又得修 师父说这样吧 你就跪着修 过来的时候又找师父 师父还不行 我跪着还能睡着 师父说 那这样子吧 你就跪搓衣板 这个膝盖的部分 跪在搓衣板上 一冷一冷的 跪在那儿 哦 不行啊 师父 痛死我了 不行啊 说痛的话你才不会睡啊 痛你才不会睡 好 就是这样 他用跪搓衣板的这个方式 念佛 我们把这个压缩一下时空 一念就是几十年 就过去了 这是他女儿亲口告诉我的 当他妈妈念的 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守寡 这位年轻的寡妇女士 脾气非常大 没人疼 没人爱 自己要担当的家业 还要教养孩子 但是我们的小时候的 几岁的时候 妈妈天天拿这个棍子 抽屁股 她女儿告诉我 哎呀 这个打得 现在你屁股上有个印 都是妈妈给抽的 但是后来 她就修了十多年以后 这个姑娘十几岁了之后 妈妈不发脾气了 非常温和地对待她 可是她的弟弟 她和弟弟就特别怪 就很奇怪 读书成绩都是非常的优秀 后来这个女弟子呢 就变成大学老师 因为读书成绩特别优异啊 妈妈都不用操心 不用骂的 他们两个就很懂事 就妈妈很祥和 都不会大声地给他们喊说话 所以到她临走的时候 这女弟子都结婚了 自己都有孩子了 就打电话 你过来吧 我的做你们妈妈的使命 都完成了 三天之后就走 女儿吓坏了 你走去哪里啊 我们对你不好了吗 就我搬在一起住吧 不是 我人间的事情完成了 我要走了 哎呀 这个女儿听着 真是不能接受 才告诉她 人这个生命啊 就有点像那个 那个残涌一样 哎 对 她的生命完成之后 进入了一种冷冻的时间 到以后她将来再复活 变成一个小蝴蝶飞出来 好 妈妈三天以后 这女儿就守着呀 到走的第三天 那女儿打热水 那个时候没有那种 沐浴的那种水管 打热水 妈妈要洗澡 放下花瓣 哎 我要见佛去了 哎 这个 把我准备的衣服拿出来 自己准备好的 将来往生的衣服 就穿上 坐上打坐 五个小时过去之后 走了 打着坐走的 整个屋里头 都是充满着芳香 一般人死 一定有尸体的一种 不太好闻的一种味道 一种坏味 我们都知道 有经验的这一种味道 它那个是香气缭绕 甚至是朦胧中有香烟缭绕 那她女儿在那看 都是一种幻境 好像看到菩萨来接引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种 特别的自在的感觉 那妈妈去世之后 她这个身体 真的像透明的 我们上次讲的流离体的那种感觉 一般死了之后 因为痛苦 挣扎紧张 这个手都不能动的 刚死了之后 手不能动 一动就一掰就断了 像硬木棍的一样 这个肢体都是柔软的 女儿就把她放倒 然后躺下 后来告诉女儿的师父 她的师爷 所以说不要把她放倒 再把她扶起来 对 后面有靠一些东西 最后是 她的师父 请人给她装的莲花缸 入葬 就是身体就像流离一样 清静自在 没有污染 对 清静无比 这种她就是 没有了贪嗔痴慢疑 没有了对于赞美 那种喜悦 没有了被对别人的讥讽 辱骂责怪而烦恼 她才修处 又经过这么多年 天天 每天晚上至少 超过三个小时 打坐念佛的修行 就成就了这样一种状态 是否成佛 我们不敢妄加判断 但是她的人生这种改变 这种清静 和和的智慧 就是我们很向往 很敬仰的 一种特殊的状态 所以这人有没有修缘 就看她有没有贪求 在更高的佛法的修行中 对 这个无欲无求 所以这种如流利体一般的状态 她的师父没有交叉 但是她在修整个的过程之中 自然地进入了所谓的深光明 新光明 诗光明 但是我觉得可能 她的诗光明 或许还没有达到更高 因为没有师父那样的透彻地去教化 那所以她只是成就了她自己的一生的修 而也没有多度人的这个概念 没有再去广泛做功德 因为没有人教化 她那个师父去拜了个诗之后 有点事才去问一问 多了也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她个人的修养修为很好 所以我们的新光明和诗光明 还有更高的境界 我们提前会知道 而去追寻那个更高的境界 将来是 只是菩提同修 将来会 可能有很多人乐意学习的 那个更高的境界 和一个 对 这样和一个 单纯自己修是不太一样的 对 如果我们多做着功德 那我们的修行就会更高 更快 这种状态令我们很羡慕 但是我们在佛教称为叫自了 自了 就是我自己觉悟 自己了脱那个状态 但是还没对众生做出什么利益的事情 这样她修行还是慢的 我们就是自立立他 自觉觉他 这样的状态 才是更高级的状态 好 大家 前两天 我一直在有两大堂课 我非常地重点地提醒大家 要有感恩心 因为我教授的这些心态 意识的内容 都是让我们要修心的 因为我们心中慈悲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才能够柔软 祥和 能关键这些目的就是对正 对应着我们的苦来的 我们要离苦得乐 但是你不祥和 你心中是 比如说傲慢啊 贪欲啊等等 这些内容的坏处是 让我们得 这种精神高度的障碍的病 还有得身体的病 所以你想贪 贪不到 得不到 你会心生烦恼 对不对 得到了怕失去 又去烦恼 得到了之后 给孩子分的时候 分不均匀还烦恼 对 不是说你得到了 就是都是好处啊 比如说财富名利的东西 你得到了 不一定真的会 真正的喜悦 有时候刹那的喜悦 终生的痛苦 那么麻烦吗 在民间传说 有一个黑色的钻石 好像超过十七克拉 钻石 超过十克拉的都比较少了 黑色的 何宇明的一颗黑色的钻石 我是听说的 他经历了 至少十几个主人 十几个主人 都是因为拥有这颗黑钻石 都被杀 有一半以上 是全家被杀 就是为了抢这颗钻石 所以你想这些人买到他 得到他的时候 多么喜悦 就是天下之宝被我获得 但是因此而被杀人灭口 全家被灭 这是多么大的伤痛 多么大的代价 所以能够拿这个黑钻石的人 之前如果他能想到 因福而得祸的话 谁还拿他 那为什么还拿呢 贪 所以我们很多的错误 都是精神高度上的偏执 或偏差 所以我在不断地给大家 传授着这个精神的 更高度 更解脱的那个状态 当我们有慈悲心 就一定生出感恩心 感恩心常常充满 人会幸福很多 所以感恩心充满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心态 比较快乐 觉得知足啊 所以北方人说的叫做 比上不足比下有 我不是最富的 当然我不是最穷的 但是我能够还生活得很好 这种状态 其实已经很好了 很幸福了 当我们求的过多 其实失去的更加惨重 你看这个国家政治 更换的时候 通常国王都是被杀 被明杀和暗杀 那你是一个百姓 被人暗杀的几率不高 没有几个人说 你看他穷弄蛋 我把他暗杀了 这有意义吗 这也是涂财才会害命 对不对 涂财涂涉害命 长得太美了 被很多人关注的 可能也不轻松 但是一旦太富有 和过分的权力 人人都想得到他 所以权力最高的人 也是最危险的人 所以你看总统一出巡的时候 哎呀 你觉得那警察看我们的时候 好像百姓都是坏人 实际上他真的 真的危险 前美国总统 肯尼迪 就是被人暗杀了 对不对 你不管怎么调查 反正你在那个高度的 那个权力位置 多少人就会记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案子 其实也查不清楚 到底谁是幕后的操纵者 凶手是当场抓住了 但是谁让他杀人了呢 是个谜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杀了他 因为每一个总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政治观点和政策的变化 某一个政策的变化就伤到某一种人 当他们的财富越大 受伤也越重 比如说对百姓来说 你的收入再增加百分之十 反正我收入一共两千块钱你上吧 没有多少钱可上 但是你家收入一年二十个亿呢 去你百分之十 哇好像割肉一般痛 对不对 所以都会妨碍了越富的人 这个伤越重 他伤越重说干脆我花些钱把他杀了杀 所以这些道理呢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 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去进行总结思考的 所以有感恩心就会产生知足常乐之心 常乐变会安详 安详就会柔软 柔软就会多情 多情不是乱来的意思 你开始爱你周围的人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多情了 柔软了 有给爸妈打个电话吗 我们这个女同学多 有没有给老公说 老公我爱你 有人说了 时候没交很多人说 我干嘛做他爱他 对不对 我不恨他就够意思了 还充满了一点爱 想到他对你有没有好处 对家庭有没有贡献 他有没有真爱过你 如果有 大家今晚上回去 你赞美两句 好吧 怎么说 自己编 好吧 对自己家人 长辈 或是先生 还是太太 甚至孩子 我觉得还是用语言表达 好吧 对孩子说 哎呀 你那个最近长个子了 爸爸真喜欢 哎呀 妈妈很爱你 要这样去表达 你说 怎么搞的 今天写完作业没有 想挨打吗 这样的话 免了吧 你孩子说 爸婆又回来了 对你一愤怒的时候 对方其实心里是讨厌你的 他给妈妈起了很多外号了的 你已经变成巫婆了 你要小心呢 孩子会这样想的呀 最后变成是 说不得不孝敬你 不得不爱你是被逼的 他心里觉得又爱你 但他又讨厌你 这为什么孩子一考上大学 赶快说 哪里远的那个大学 走了 去美国去加拿大 去费州 反正只要不留在这个国家就行 逃亡式的 这说明家长的语言方式有问题 你那个家庭的气氛不太好 所以我们华人的表达 对孩子的表达 一般都是警察和贼的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变成好朋友的关系 你对你的孩子 尤其是变成朋友 你孩子要懂事 不是被你给逼迫的 而他真的 他自动地乐意靠近你 你的孩子要自动地靠近你 尤其乐意靠近你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念发念成魅力来 刚才你回家说话的时候 像开枪一样 那谁不去躲子弹 对不对 一看你来了 赶快躲着坐着号头 对不对 看那个猛兽来一般 大家都躲着 还有很多太太 把这个老公给变成 变成食草动物 你是食肉动物 很多老公一看 老婆回来了 你发现腿马上就软了 抽筋了 马上就没有了气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总觉得你男人不像男人 都叫你给吓的 对 说话要温柔一些 你要想到对方的好处 要心怀感恩 你的家庭才能幸福 好 继续念佛吧 好吧 睁眼闭眼都可以 只要尽量不睡着 好吧 睡着不准说梦话 好吧 我们有要求的 好 释迦摩尼佛圣号 对 一句佛号一朵连 对 一连 就宵夜千千万 剧本客戦 那你给你做了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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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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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